嗨大家,上周日的时候跟Audrey受邀作为嘉宾参加了CRN啦啦工作组的一个分享活动 所以这期视频呢,其实是当时分享活动录影的一个剪辑 我们家两个都是金牛座,所以我们各自管钱,都不想让对方掌管财政大权 那我们日常来说我们会有一个共同账户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大致的分配谁负责家里的一些哪些开销 比如说我养狗,他养车,然后我可能负责水电煤气之类的 他可能负责平日的采购,然后剩下的钱我们都是自己管,自己存,自己投资 如果说是两个人家庭上有一些大的投资的话 那当然我们会把钱放在一起,然后会一起商讨说投什么项目 说白话一点的话,其实就是认知自己的财务状况,并且妥善规划管理 那学术上面有一门课叫做个人理财规划 其实就是在探讨这方面的知识 那我在想我们每个人都要每天都要管理很多事情 比如说时间管理,让自己学习妥善的运用时间提高效率 然后健康管理,让自己保持身心健康 还有人际关系管理啊,或者是情商管理等等之类的 那么理财或者是叫做财务官 它也是一门管理学,然后是每个人一生必须独立思考 然后和规划的一个技能 我可能性格上本身我是一个比较理性消费的人 然后也喜欢买东西或者花钱是比较注重性价比的 那我自己是一个社科生 我没有什么特别专业的金融或者说理财的背景 可能是在研究生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 并且比较确认说公共议题啊,NGO啊 包括政府政策方面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领域 也是我想以后从事的一个工作方向 但是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不是传统意义上很赚钱的工作 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开始比较有意识的说 把打工的钱呀或者父母给的生活费节约下来一部分 我当时的初衷就是我希望以后工作的时候 不要因为钱的问题让我去放弃自己很热爱的行业 那即使到今天我也是觉得说理财或者说投资或者存钱 并不是因为我很想要退休或者说很想要不干了出去quit 而是因为我觉得它会让我可以更有动力 或者说更放心的去追求我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事业 即使这个事业不是那么的挣钱 我这边自己定义的财务规划就是 它是管理自己一生现金流量跟风险管理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现金流想象成是一个水桶 那水桶上面有一个水龙头 下面有一个出水孔 那么赚钱就像打开水龙头把水灌到水桶里面去 然后花钱就像是把就像是水从水桶下面的出水口流出去 然后水桶里面剩下的钱呢就是你的净资产 所以我回想一下我的人生的话 其实不管有没有赚钱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花钱 那夸张一点的说法就是 其实我们从一出生开始就需要理财 但是差别就是在于说 当我们还没有行为能力还是个baby的时候呢 是父母亲帮我们理财 那他们用他们的水灌注到我们的水桶里面去帮助我们 支付我们的开销 然后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说人生在每个阶段都需要理财 不管是有没有开始工作 每个阶段都需要 每个年纪都需要正确的理财概念 在经济独立之前 我们需要学起理财知识 然后经济独立之后呢 我们需要积极的规划理财 当然不同的年纪也有不同的理财的条件 然后理财的目标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刚才才会说 其实我觉得理财是一个 Ungoing process 为什么说理财很重要 我觉得就是正确的理财观念 是需要吸收跟学习的 没有人天生就懂理财 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水桶 这个系统 也是我在大学时期 还有我在念研究生的时候 才学到的这个概念 但是如果我们反向回去看的话 我们都知道 理财这个观念其实从小就有 我们都知道华人社会里面 父母 举个简单的例子 父母望子成荣望女成凤 然后希望子女考好大学 找好工作 其实在这整个里面已经隐含了 他们希望传承给他们子女的一个理财哲学 找好的大学 找好的工作 其实就是希望有一个高收入 稳定的收入 就好像一个口径非常大的水龙头 然后基本上这种观念 如果说等到子女真的出了社会 才开始工作以后才发现说 我水龙头打开了水 口径又小 水又少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点晚了 所以这种观念其实 时时刻刻都存在了 另外一个点就是 我觉得理财是一个观念概念 它不是只是数学 当然数学在理财部分是很重要的 但是以现在的科技来说的话 你说很多人说 我数学不好所以我没办法理财 但是我会说 数学不好现在科技很高 发达 电脑计算机都帮你 你都可以使用这些工具 甚至网络上都帮你设计好整套的系统 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 但是问题是会出在说 你没有理财观念 或者是你有错误的理财观念 这是对我来说是最可怕的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有迷思 就是觉得投资就是理财 但是我在这边我觉得 投资很重要 但是投资只是理财的一个部分 投资是一个可以帮助你更有效率的达成 理财目标的工具 但是投资不等于理财 相对的 负债也是一种理财 如果说投资是延迟在金钱上的享乐 以换取未来可能达成的更高享乐 那么负债就是提前金钱上的享乐 但是未来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最常见的例子 负债的例子就是房贷 车贷等等之类的 理财的范围包括的非常广 包括你的收入、支出、存款、资产 然后还有你的负债 还有省钱的部分就是结税 然后还有保护你的资产 就是保险跟信托 财务规划的执行需要培养 从知道水桶系统的存在之后呢 那其实每个人心中的那个桶子大小不同 心态也不同 有的人桶子很大 但从来都是半桶水 那有些人水桶上面的水龙头很大 但是水桶本身非常小 然后出水口也很大 水都留不住 那么其实投资理财跟其他的管理科学一样 都是需要身体力行、尝试、从做中学 拥有一套符合自己的这个理财 理财方法跟你自己的一套水桶系统 嗯...期待的就是不需要每个人都是理财大师 但是可以当自己资产的主人 其实还是令人很有成就感的事情